电梯车厢水平移动载客 不再只是垂直上下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 德国一间科技公司 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 可以水平移动的电梯系统 包体 这个交易车厢 让我们进行反正的动作 交易车厢可以在每个区域 所以它让我们进行各种设计 向下转向 然后向下转移动 传统电梯使用缆绳 控制车厢垂直移动 这个行驶电梯 利用类似磁伏电车技术 来控制车厢 上下左右任意配置 另一间英国公司更加颠覆想象 让电梯不局限在建筑内部 SkyPad的电梯车厢像是一个太空舱 内置类似陀螺仪的装置 无论怎样旋转始终保持水平 如同余霄飞车一样 可以沿着大楼外的轨道循环跑动 乘客也不会头晕 不仅能欣赏城市美景 还能根据人流及时调整速度 其实电梯同时打破建筑观念 未来大楼设计更不受险 赛利新闻林芳瑜报道